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 在梦里一几年里发大忏悟文 后来过来一个穿古代牙翼服装的人 他打开一扇门 然后让我们两个进去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木门 然后我就求他 我说如果要我投胎 我就两个条件 第一要我带着金氏的记忆 第二是我要投胎到台脑身边 好好的修 否则我哪里也不去 他看了看 他说那你跟我来 通过三个考验就可以 然后带到一间办公室里 第一个是一口锅 然后那口锅就看着很热的样子 我当时梦里想 要是让我下油锅捞东西的话 我手就是烂了 我也得忍着 我得到台脑身边去 然后结果手伸下去 那锅一点都不热 捞到了一圈卷轴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碰到哪样东西 如果你一过进去 那你就失败了 然后碰到那件东西后 我就感觉把它扔开 他就告诉我 你情是一边修行 一边就是为感情烦恼哭泣 所以导致今是一边修行 一边邪淫有漏 然后心很散乱 我说是的 然后第二个考验是 也是一口锅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铜钱 他让我去捞 也是感觉如果迷惑进去 就不想再松手了 然后我抓住那些铜钱 用力的甩甩 最后他检查的时候 手心里还沾着一枚铜钱 我就感到很羞愧 第三个考验是一个脸盆 里面有热水有毛巾 然后我拿住之后 就控制不住的自己 铺腾那个毛巾 最后把手拿出来 用力的擦擦甩 还在墙上摁的 手上都没有水珠了 我以为没事了 他过来就检查的时候 那意思这个考验是口液 他就说我的衣服前面 还留着一颗水珠 那个牙翼没有办法 就对着天空喊 新加坡还有两个地方 可以投胎 还有悉尼 他说你去新加坡 可以红发度重 你去西宁呢 可以跟着台长 在观音村里仪式修成 你想去哪儿 这时我看到 一道铁丝墙 铁丝墙的外面 孤零零的站着好几个 穿红色衣服的义工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 哭着对我喊 你一定要跟着台长仪式修成啊 然后我就在梦里开始矛盾 不知该去哪里 我就开始念你佛 然后就醒了 我讲完了 你 我告诉你 所以一个人很可怜的 说走就走 对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在讲这个时候 师父就一直心中在想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相信呢 你看这些人都不相信呢 你看看你现在做梦像不像真的 你自己感觉一下 非常像真的 好了 不是真的 是你的真的魂魄在下面 你听得懂吗 因为等到人死掉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一模一样 跟真的一模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无法自主在下面 根本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你根据你的业力 所以人家为什么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根据业力所为 你的业重了 你就这样 你的业不重就没有关系 你现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很麻烦 我想问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台长跟你说邪淫 你这个邪淫 对的 犯的特别 是的 犯的特别 是的 尤其是在我犯了这个邪淫 就是这个毛病之后 虽然一念再念兵 再念功课 放生 什么都在做 但实际上 这个境界 还有这个生命的质量 都在急剧的下滑 所以说这个节 一个一个老是不断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在人间 跟菩萨 你跟师父忏悔 你还可以有救 我跟你说 你等到 到了下面 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去看好了 所以 听得懂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来改变 一个人怎么样改变 不要贪图 眼前那些利益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 不听台长话 不听台长节目 他们真的是 是可悲啊 而且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有地狱啊 他们也不相信 这个地狱 这个世界真的有天堂啊 所以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希望你通过这个事情 你好好的 没有什么难为情 不难为情的 我告诉你 你丢失了灰命 你就永远完了 所以你不能受苦 你只有好好忏悔 这种你要讲 要把自己彻底忏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沾染上坏习惯 坚决不可以的 听得懂吗 对的 我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 碰到苦难 碰到这种灾难了 才开始开悟 要早点开悟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前面台长 是不是就是说 前世的时候 欠的这种感情债 也特别的多 对啊 感情债欠的多 而且呢 有一些人那是 有一些人像这种色魔 这种强奸犯 这种人都是从动物投胎的 就是说 他做了几十辈子的牛 被人家杀了 然后呢 耕地一生 再杀了 再耕地一生 做了几十辈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投了人了 他的畜生的本性 野兽的本性还没有变 所以他才会去强奸人家 因为动物 他就是在马路上 看见其他动物 他就可以走过去了 真的 是的 好了 你自己啊 你自己真的 你自己差一点 就走向魔道 你差一点就像变成一个 真的一个 一个肮脏至极的一个行尸走漏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改啊 小姑娘啊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啊 跟你说 爸爸妈妈没有像师父这么教育的 现在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会讲 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教育孩子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请订阅